手拿斧头利落刀工 将手上的木头外围树皮削除 有个雏形后再利用雕刻刀 慢慢雕慢慢刻 这是呕头前制作业 上次后还要进行彩绘 这就是传统布袋系呕头的制作方式 信手年来随性演出一段布袋系桥段 手上的布袋系呕叫做大侠百草翁 是许金棒父亲许邪荣设计 许金棒参与制作 开创台湾金光布袋系兴盛时期 许金棒说他12岁跟随父亲许邪荣 学科布袋系呕至今进一夹子 在他的刀工下 布袋系中的生诞静默丑等角色 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他也将技术交给了第三代 这次由社团法人台湾传统记忆推广协会提报 经过两次委员实地勘查 5月30日彰化县府文化局完成审议 新增认定许金棒为呕头制作保存者 前后历经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除了记忆得以保存 也代表父子俩坚持走在传统公益路上的努力成果 已经被看见与肯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业吉红台湾彰化采访报道